無緣從上季爭冠的禁旅 本季大多落在第五名 關鍵是不斷的球員受傷 火力輸出不足 團隊平均單長攻下了七十五點四分 在聯盟排第五 正中除了戴維斯 平均的十六點二分之外 欠缺穩定第二得分點 隊長領金榜平均十點八分 是維爾得分 上雙的球員 可是今年變成我們真的要靠他得分 然後他就得分第二名 所以我希望到季游賽 我們也會有一個人跳出來 這季有時候是阿亞 有時候是依依 所以我們就需要那個人跳出來 Q就一定是他基本版得分 籃版那些都是一定就在那邊 那剩下就是看哪一個人 會在那一場跳出來 長領麥班達期待本土的球員 放開來打 農曆年後 雙魚歸隊的射手減號 以及先發替補 能不防來一屆的施敬堯 都是總教練寄予厚望的得分點 沒有太可以守我這樣 一個閃視我就得分掉出來這樣 幾名雙兵重返戰線 埔原的整合越來越有信心 強調個人的數據 僅供參考 怎麼打出招牌的團隊籃球 才是大家最在意的事情 我來居然三昌黃華軍採訪報導